在马来西亚吉达州 73岁的圣友台满全球妈妈 三儿子在不久前因生病而往生 接着她也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一个星期 实际洗身中心的护理人员感到担心 前来家访 护理人员前来为两位与她同住的儿子 以及另外两位以令主家庭的子女 进行慢性肾脏病筛建 也要拉近家属和护理人员的距离 测量身高体重血压 还要刺破手指头现场咽血 在了解她们的饮食习惯后 护理人员也根据报告的结果 并令她们要注意和改善的事项 这一次的家访让邱妈妈和儿子邱欣甫感到欢喜 说我来不愉快喔 我愉快不愉快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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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愉快愉快就好了 我们也是会有去关怀到她们 给予她们心灵上的那种support 生友跟她的家人之间 能够更加促进她们的感情 透过家访 护理人员担任沟通的桥梁 生友的家属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更加警惕 也能更有效地在彼此之间传递爱与关怀 大爱新闻也如愿有敬备 马来西亚集团采访报道